昨天挑战了强悍的喷火龙boss 让我损失惨重 可怜的山神霸王龙 仅仅存活了几日 就不幸离我而去 现在我来不及伤感 需要尽快研制出新的强力恐龙 我打算叫上小男孩一起外出探险 可是却看不见他的踪影 莫非是连夜离开了 正当我准备出门寻找的时候 小男孩抱着一个屎克狼回来了 高通之后我了解到 原来他看我前几日研制出了变异恐龙 自己非常非常羡慕 想要动手试一下 我看他如此好学 便教他使用方法 小男孩兴奋地跑向了融合器 还不让我跟着 看来他早有想法 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便开始耐心地等待 一段时间之后 小男孩成功了 我兴致勃勃地前去查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小男孩居然使用了屎克狼和巷头人 研制出了 巨型的屎克狼 好家伙 这个屎克狼体型比人还要大 看起来非常强壮 但我发愁的是 该去哪里给他找个大个的奥利给呀 可小男孩并不在乎这些 显得非常兴奋 我在这巨型屎克狼面前无话可说 只能给小男孩点个赞 表示祝贺 为了加快研制速度 我和小男孩来到了矿洞周围 开始寻找合适的生物 小男孩骑着巨型屎克狼探索 我独自一人趴在地上 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 洞口附近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我向前一看 居然是古马鹿 人称大乌公 他全身油亮 嘴中不停地喷射着毒液 看起来非常厉害 我思考之后 决定提取他的基因 第一步当然是驯服 我拿出麻醉枪开始射击 没想到大乌公根本不受影响 他喷射的毒液 粘在我的衣服上 居然还有虎实效果 差点就把玉尔送我的衣服弄坏了 我急忙撤离 通过方舟日志了解到 这大乌公可以被驯服 但是不能通过武力 于是我将做好的吉利服 送给了小男孩 让他前去和平驯服 锻炼他的反侦察能力 没一会儿 大乌公就被驯服了 小男孩今天一下就得到了两个宠物 他非常开心 我也非常满意他的学习能力 通过了解 霸王龙是进行基因融合最方便的恐龙 他攻击强 血量高 能为绝大多数恐龙提升自身的属性 既然如此 我倒要看看霸王龙和大乌公 能融合出什么生物 出来吧 大家伙 毒液芒龙 他身体的皮肤大部分是黑色 背部覆盖着大乌公坚硬的盔甲 出出来的尖刺让人不敢靠近 最厉害的是 他体内拥有强性的毒血 透出可怕的暗绿色 好一个毒液芒龙 从里到外都流露出 要毒死一切生物的决心 我骑着他来到野外 发现一条地狱蛇怪 今日我打算以他比试比试 看看究竟谁更厉害 毒液王龙开心猛将 能为自己增加力量报复 一口咬下去 满嘴毒液喷射而出 地狱蛇怪肯定想不到 居然会有比他毒性还强的生物存在 抓紧叫伤了他的兄弟姐妹 想给我一个好看 但我认为来再多也是无济于事 五毒之手的名号 今日我毒液王龙势在必得 坚持没几下 这些地狱蛇怪就被毒倒了 成为了我的副中餐 如此强力的毒液王龙 我太满意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感觉如何 小男孩看了看我的毒液王龙 又看了看他的剧情史克朗 发现两者对比 差距太大 显得非常失落 我安慰他说 你的探险生涯才刚开始 只要继续努力学习 终有一天会超越我 说完这些 不免又想到了玉儿 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学习生存 现在恐怕也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吧 希望他能像我想的那样 好好地生存下去 我会尽快闯入火山底部 打败里面的大boss 直到我找不到他为止